大家好,2021年11月29日,譚慧珠教美容,龍譚慧珠女士 問一下每一個女生,哪位想化完妝後,變成龍譚慧珠女士?半秀人啊! Anyway,所謂的東師校頻,這個故事大家聽得多了 就是以前有個超級美女,叫做西斯,泛舟西湖那個,被范藝接走了那個 西斯由於有胃病,其實胃病不一定是胃病,有機會跟心有關係 如果你加入了全真教的時候,極有機會,不要說了,今天不說了,以避免黃標 今集我都有信心,可以沒有黃標,看看可不可以說到,這個是遊戲來的,黃標也照樣出的 其實,只不過呢,能夠躲避得到,就代表我說的東西就更加軟轉了 那時候呢,就是文學的粗藝又進一層 Anyway,大家都記得,之前說過,當日韓國就分成南北兩面 越...嘩,不過它是叫越南的,南越南和北越南,也分為Vietnam 是有個南字的,沒得越北這樣,正越國的南北這樣,不是啦,南越南北越南 Anyway,Vietnam,也分為南北兩個 而最後呢,竟然是宣傳,就可以令到更加多的人 當然啦,包括劉邦的手段,劉邦你知是盟主來的嘛 那他那個盟呢,即是聯盟,姓劉的那個聯盟 那麼,頭一個字,尾一個字,他都出了名的了 即是當時項羽問他,就說,你爸爸在我手,你精精的很投降 劉邦就跟他說了,分一杯跟著我啦 而也都在逃跑的時候,不停這樣將自己的老婆子女 那麼,篩他們下車 原因很簡單,讓車輕一點,走快一點 那就可以逃離這個韓語的部隊 所以他出了名的,劉邦聯盟嘛 而同樣地,當時韓國分為南北兩面 這個叫Skism,一個Split 而越國越南,也都分為南北兩面 結果呢,掛著民主牌頭的那個金氏政權呢 還有胡志明政權,那就贏得勝利 所以你猜不到的,這些人是相信宣傳多過相信實際的東西 只要經常掛著,幸福感,獲得感,飽滿感,在身邊 就算,輕輕地一個颱風,吹塌了電梯,都可以甘之如意的 實在太神奇了,又或者他不明白,不明白為什麼電梯會掉下來 政治從來都不是普通人能夠容易明白的 是牽涉到一個社會裡面的complexity 時至今天,為什麼那些人,比以前呢 都叫做理解多了的,對政治,原因很簡單 因為他們對社會裡面的complexity有所掌握 而且,人家利用這個complexity,令到很多的人呢 那些叫什麼呢?不明不白 所以,我們的工作很簡單 就是讓那些人,不要叫做不明不白 撇撇撇,明明白白 但是有一件事,雖然就明明白白 但是是不是可以改變到這件事呢? 原來是要視乎一個社會裡面明白人的數量的 不明白那些呢,就是要接受一下這個 拜拜政府的鐵拳,才會清晰一些 但是似乎,這個不是短期間可以做到的事情 所以都很少說它,無謂自找麻煩 實情就是,那個老頭不賣座就真,豈有此理 好啦,今天要說的,原來立法會開始有選舉 大家知不知道嗎?有沒有什麼信寄過來你家裡各樣? 可以佔杯底 不過有件事,你就說要那些什麼? 固體物料徵費,是不是? 你寄一些東西來,然後我收的時候 你的一個幾號,佔據了某些空間 你寄了一些成本給我,是不是? 就是那個選管會,是不是? 就是那些不知什麼選票啊,不知什麼管理委員會那些 喂,你家下,弄了一些固體物料給我 弄了一些成本給我,那條數怎麼計算呢? 所以,政府其實是應該急市民所急 這次最急,因為它快要選那些人 那最重要的一件事呢,就是給市民選擇 可不可以回郵啊?就是你有這個油炒 我有這個油炒,你寄來 我不想要那些單張各樣,可以寄回去政府大樓 或者禮賓府,什麼都好 就是不要阻礙住我家裡 那個四方體那個商的空間 很寶貴的,今時今日,知道嗎? Anyway,這些都不重要啦 就是,無論它什麼顏色都好 話說,有候選人簡介出爐了 這些真是移形換影,是非常之難的 去看到它在哪裡的,是不是? 就是它覺得自己的隱形術非常厲害 特異功能,周星馳 就是你看不到我,你抓我不長 你看不到我,你抓我不長 那結果,新思維,迪志遠那些 做了些什麼呢? 有提及一個基本法所賦予的那些 陳經,賦予炒通菜 就說過,就說呢 嘩,可以達至一個 有全民廣泛認同 的一個提名委員會 就選那些特首出來的 那這樣東西,我不知道你相信多少啦 我中學時代,已經要讀這個 《基本法》的了 那當我讀這本《基本法》的時候呢 基本上我是 每一隻字我都看得明白 但逐隻字呢,你合在一起 我就看不明白了 同時之間,答應些什麼各樣 嘩,那麼笨 那我就在這裏想啦 你容許人家柴台 那麼Generous 那麼慷慨大方 不像她的性格喔 哦,結果 那些就說什麼咯 勉強沒有幸福啊 你勉強 是都要扮來扮去到最後啦 就是其實呢 就算不笨 他都忍你很久了 那我要形容一下 因為已經被龍潭慰豬女士佔據了整個 嘩,對呀 你小心她來找你啊 老實說,如果你宣傳 又說什麼呼籲 又說那些不知什麼 她說啦 你不可以說那些什麼 叫人家不去呀 又或者 弄了一些不合規格的 這樣的時候呢 老鏈就會找你啦 那你不想讓她找的 所以就不太理會了 那然後 我要形容啦 那那個呢 就叫滴致遠 就是叫她滴滴仔先啦 那滴滴仔 或者滴滴老 那滴滴仔呢 他那個正剛各樣的 就是用天空的藍做那個底面 然後中間呢 就有一點在那裏 是一個百點來的 我想他是想著 萬六從中一點紅 那這裏呢 那麼多的污衛之物中間 就有他這個百點 他覺得自己很純潔那些 我想下面就寫著一句 你真是想清一色? 喂 我真是想清一色 你這些 如果你給我選 就不好意思 由於牽涉到法律的關係 我當然是不會透露啦 不過我真是想清一色 清一色屏屋底呀 食屋都多幾番啦 是不是呀 痛 都不知道這群人 走出來幹什麼 還有那個 龍潭香文女士呀 就好像最近呢 走出來 搖一條裙子的時候呢 就是想著 有些選舉經費那些 誰知 呀 籌不到款 不知道幹什麼 那我想不到其他問題呀 可能樣子的問題啦 做人的事 不要這麼政治好的 應該都是樣子的問題 何必呢 都七十幾了 啊 是不是七十幾呀 多少呀 有沒有人知道呀 什麼 你是他的朋友 哈哈 Anyway 這裡啦 你真是想清一色 喂我真是想清一色 不要在這裡整色整水 你那些顏色都不飄華 別玩啦 這裡 備完善的選舉 那那個立法會 就 哦 哎呀終於知道了 有說的這個新聞 他就好像說 老眼分花看不到 不好意思 那個日子噁了 那我說不到給大家聽 你有空 你就自己翻查一下 但是我想看股市會好一點 最近有些動蕩 又或者 你都要在哪裏網購大減價 因為最近那個安心出行 你很難出家門口的 網購一些人仔 進來 然後上去 然後按你門鐘的時候 你要應門 那才拿到東西的嘛 所以很忙的 哪有空 那有候選人那個簡介 是候選的哦 我不管他前選也好 候選也好 那這個候選人 就有政治理念地說 其中有個叫46歲商人 徐文偉 也都有一個節目主持人 曾靜爾 如果他呢 有去買愛摩椅 我覺得會大成就一點的 曾靜爾 這張椅子真的很靜 愛摩椅 是不是吸引人買呀 有沒有愛摩椅廣告 不是 都是叫田的那個 不是田北辰 北辰之心 那個叫田飛蟲 那他就說 建制派內有激烈的競爭 直接讓我想起武藏原蘇黑衣裡面 教他睡夢羅康拳 那時候很勵志的 你終於可以成為 紅七公界別裡面的霸王 那是什麼 那這裡不說了 就是 紅七公界別裡面的霸王 那這裡有選舉了 把握大灣區機遇 有些建制派候選人強調 融入國家大局 他們自己都沒有融入 我都說了 愛國的標準呢 就是捐錢捐命捐身家 他們有哪幾個是符合我的標準的 所以我經常都很失望 直到有一個人 真的可以做到這件事 你才跟我說 Anyway 有些就高舉中華民族 中國文化 嗯 是不是就是繁體字那些 例如 四維八德各樣 台灣教科書經常有的 那些 不過我最喜歡當然就是 迪志遠那個廣告 你真的想清一色 我可以回答他 我真的想清一色 就是這樣 好 今天講到這裡